其实美国现在是怎样 是见不得中国大陆的好 它很多的地方 它会用负面的角度去解读跟思考 我就先问一下 我不知道我们线上的网友 有没有人去抢国债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媒体 华尔街日报 它说大陆在房市股市 都不理想情况之下 掀起了国债抢购潮 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推到历史新低的2.1% 还认为就是说 这个是北京当局赶到难堪 真的是这样吗 欢迎大家在线上留言 给我们看一下 我请教一下介大使 介大使现在是去抢国债 就会让北京难堪吗 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这个理论蛮奇怪的 我也不太懂 有的人他的投资理财 他也不追求暴利 2.1%不错 10年稳定 对不对 很多人是追求这种 这种投资工具的 不是每个人都要10% 20% 或者5%以上 你美国也没到5% 对不对 中国大陆2.1%是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美国现在反正 美国这个 现在这个国家 现在有一点问题 就是说 他要把他的对手 都要把他唱衰 他这种妖魔化对手的 变成是自己不长进的 一种 一种怎么样 这种借口 你美国今天经济 还好意思讲 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吗 而且虽然说你要去抢国债的话 也表示你手上有钱 对啊 中国大陆除去率是最高的 对啊 中国大陆的房市跟股市 事实上也不会比你美国的风险低 对不对 你美国那个房市 现在也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你现在要美国的房市 这些贷款的人断头了多少 你利息往上这样冲 很多人被房屋扫地出门来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问题 不过我觉得这个 就是说 这个美国现在一个很不好的习惯 都专门盯着他的敌人 把人家妖魔化 把人家讲得很糟糕 对 这个是对他的国家 自己本身没好处 你要胜过别人 你要强调你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然后补足你的弱点 然后你才能够竞争 对 所以什么东西都一句话 就是找个理由都是怪别人 问题也就解决了吗 没解决啊 说别人的不是 是一定安慰自己 自己的问题没解决 只是把自己 给自己来麻醉自己而已 所以美国现在这样子很多 美国现在很多 而且美国现在很多的竞争 都不君子竞争 你看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是川普跟这个 贺锦丽 贺锦丽这个选举 就是非常负面的选举 他都是把对方妖魔化 因为要打给人家的人设 然后呢 自己又提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所以现在我觉得 讲中国的经济状况的话 因为说中国经济 今年经济 这个国际机构都是5% 对不对 上半年的出来 也就是5% 对看下半年了 另外一方面 这个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IMF跟World Bank 都把中国大陆这个 预测都调高了 那所以很多事情 他抓到一点 他就负面解释 负面解释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是啦 而且事实上 刚刚我们在讲是大陆嘛 那华尔街日报说 这个让北京当局感到难堪 那说实在 那现在呢 这个美国当局 有没有觉得很难堪的 华府当局 有没有感觉到难堪的 发行国债 有没有抢购呢 没有的话 是不是也难堪呢 我们就这样问嘛 对不对 还有同样是 华尔街日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标题写 大多数美国人 觉得美国梦 难以契机 就很难达到美国梦 这个大家都觉得说 希望有房子 有家庭 有舒服的退休生活 可是绝大多数美国人 他们觉得很难实现 也就是美国 同样的一个媒体 华尔街日报 自己报的呀 来 赖老师 一个政府发公债的意思 也就是说 那个要向老百姓借钱 但是老百姓 抢的要买公债 这代表什么 他们对你很信任 有信心 而且你的利息不高 我的利息百分之2.1 但是要抢来买 那这代表说 他们对政府的税收 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公债是要用政府的税收 来去支付利息的 那这是一个政府的担保 而我的利息才2.1% 大家来抢着买 这代表我对你很信任 而美国要高达5% 而且还不太卖得掉 因为这次叶伦到处推销 卖不掉 这代表大家对你这政府没信心 就怕你还不了钱 那到底是谁难堪 我就不太懂 这华尔街的这个结论是说 中国政府难堪 还是美国政府难堪 严格上来讲是美国政府难堪 那但是问题是 他的逻辑是在哪里 为什么华尔街会说 中国政府难堪 他的逻辑是说 中国人的闲钱很多 这么多的闲钱 可是没地方投资 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 那因为中国大陆不希望 老百姓一直在炒房地产 所以房地产就一直空在那里 那理论上讲 那这些钱要不就投资股市 可是由于大陆的股市不健全 这也就是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也就是因为大陆的股市不健全 那么他的监察审计会计制度不健全 大家对于大陆的公司 他的财报会计审计不信任 不知道你这个公司到底赚钱还是不赚钱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不敢去买 那因此股市就活不起来 活络不起来 这个才是真正中国大陆要解决的问题 好那我觉得华尔街应该要谈这个部分 这是一部分 另外华尔街也谈到了 美国梦已经不再是美国梦了 因为过去的美国梦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我到退休前 我有一栋房子 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第二个我退休后 我的优渥的退休金 我就老人过得很舒服 所以你看我有一栋房子 不是公寓哦 是有一个房子 然后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太太就推着那个吸尘器 然后穿着一个花裙子碰碰的 然后厨房很接近 光线从后面晒进来 然后他头发烫得卷卷的 然后就等 然后送先生走 还要飞吻一下 然后就等先生回来 就在门口接 然后小孩子 两个孩子很可爱 然后就在那边迎接爸爸回来 这个就是他们的 然后老人生活就坐在摇椅上 在那边摇 美国梦 抽一个雪茄 旁边有一只可爱的狗 然后老妈妈头发血白的 在那边种花 养草 这就是美国梦嘛 但问题就在于没有啦 泡沫啦 好 来这个帅洋军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个刚才我们其实在说 西方国家其实处处要遏制 中国大陆的发展 当然包括了电动车 电动车的部分呢 却看到的是英国不跟随 美国的脚步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 那么他们现在呢是说 要一起来挥关税大棒吗 不哦 因为英国的施凯尔政府 是因为最近有跟北京方面的对话了吗 所以明智选择 尽可能与这种保护主义行为 要保持距离 好 请教薛阳先生 你想想吧 英国的经济现在很不好 自从脱欧以后变得很穷 现在为了跟你美国兄弟说 要我一起来制裁中国大陆 损失的钱你美国会补给我吗 英国损失不起啊 今天表现的具体就是电动车的问题 中国大陆电动车廉价又便宜 你不让 你跟着美国去打电动车的关税的话 那你英国的Jaguar 英国的这个Rosselais 英国的这些大车 那中国大陆一抽税 你就没得卖了 对 对不对 我现在让中国大陆电动车 让我卖 我生产 我还可以赚钱啊 我跟着你美国去挥这个棒子 我亏钱没人补我 而且我会不但赚不到中国大陆钱 还要被中国大陆克关税 我还要损失钱 英国现在已经是经不起这番折腾了 对 因为现在不是二次大战了 二次大战是我靠美国爸爸帮 是美国兄弟帮我的 吃喝拉撒税都是美国给啊 现在脱欧 欧盟也跟他撇清关系 美国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帮助你 对 所以你现实一点的首相 他当然会想到 我跟着你去吹那个风干什么呢 我平白无故损失 我怎么对英国现在的经济 怎么交代 现在英国的大暴动还没停呢 为一个难民问题 经济上失业的问题也那么多 国家向外面赚钱都没有 赚钱的资本也投资不到电动汽车 虽然他肢体是大 当然 所以你看欧盟很多国家 为了自己的经济 慢慢慢慢脱离美国北约的控制 北约只能领着你去打仗 只好走自己的路 对 那个是花钱的 还要缴保护费的将来 那美国国家要不要活啊 你看法国要靠布兰蒂 要靠乳制品 对不对 我干嘛损失这个 所以这问题就是 一搞到确身利益的时候 大家要自己盘算一下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跟他去喊 对不对 你没有能力跟他去喊 自己亏嘛 对 而且毫无所获嘛 是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您 合护全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胖光清爽 钢防晒凝露